想吃这三样菜能让一家人一冬天少生病 一起来看看吧 1.莲藕 莲藕富含维生素C、氯化酶和多分类物质 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、缓解器官衰老 并且莲藕中含有大量的氮磷酸 能够有效地保护心血管 有效调节血压和心率 避防高血压、高血脂和心脑血管疾病 2.白萝卜 冬季气压升高、空气湿度降低 皮肤和咽喉都容易感到干燥不适 一而多吃水分饱满的白萝卜 有利于缓解干燥 3.山药 山药富含11种氨基酸和微量元素 体质稀寒的女性 到冬季容易手脚发凉 能补气羊血、调节身体 山药更宜于消化吸收 还能促进消化到粘膜细胞增值 山药还可以降低人体对食物中脂肪和胆污中的吸收